各首宪法效忠国家代表人民依法行使之权 不行私不必 不民求民私 不收受费后 不担设施法 不为是 并受罪领域的制裁 警示宣誓人游宏达 在议长何胜峰主持 由南投地方法院院长监视之下 南投县议会第十九届第一选区 由宏达议员递捕宣誓就职典礼 今天下午顺利完成 南投地方法院院长黄军明 除了恭喜由议员顺利就职之外 也期许未来能够与其他议员共同监督宪政 为宪明福祉来努力 各位议员 各位媒体界的人的先行教练 大家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今天的监视议员事 首先是恭喜由议员来担任南投县议协议员 大家都也知道 议员是卫员博士 所以我期待 由议员跟其他各个议员 大家能尽手本分来监视现场 县议员尤宏达表示 他会不忘初衷为宪明福祉来努力 并且对于监督县府施政也会强力来执行 并配合社会上一些福利机构 帮助社会弱势族群 也希望县府针对社会弱势 以及边缘户的关怀部分 能够来加强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对于广政府的感动 广大也是同样 一定就是强力的监督 我们是希望南投县的更好 广政府可以做更多 对人民辈生较有利的工作 所以广大并且就极其博物的精神 当然也会结合到我们社会主委 和我们的主宣团队和主宣团队 大家共同来为到我们的抑制变年 就需要照顾的乡亲来打拼照 在宣誓就职之后 县议员尤鸿达也会善进议员职责 监督县府施政 并且不忘关怀社会弱势族群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也能够苦民所苦 加强关怀社会弱势族群 让需要帮助的人 能够得到应有的照顾 记者陈伟一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